13号中午11点半左右 玉璃镇西边接一处民宅 因为天气炎热 隔壁屋顶返修焊接而造成失火 屋内烧成一片焦黑 而消防人员惊险中拖出了一己 已烧成黑黑的瓦斯桶 根据朱姓屋主表示 由于隔壁邻居屋顶整修 工人进行焊接时 引起火苗落至草丛 才引发了火事 延烧到他的屋边一侧水泥停房 而消防队出动多辆的消防车 以及救护车前往救援 索性火事顺利扑灭无人伤亡 雄雄火事冒出浓烟 消防人员马上拉水线打火 这是7月13号中午11点半左右 玉璃镇西边接一处民宅 因为天气炎热 隔壁屋顶翻修旱节而造成失火 造成屋内烧成一片焦黑 消防人员金钱中拖出已经烧成焦黑的瓦斯桶 根据朱信屋主表示 由于隔壁邻居屋顶整修 工人进行焊接时 引起火苗落至草丛 引起火事 烟烧到他的屋边一侧水泥平房 消防队出动多辆消防车 以及救护车前往救援 索性火事顺利扑灭无人伤亡 警消部分我们租了四个分岁 然后人数大概是十几年 异消化部分我们要在后续再统计 过境所延烧的水泥平房是子女所居住 因为儿女都在台北以及台中等外地工作 事发时间没有在屋内 玉里消防分队表示 消防队在中午12点 接获这起的火警通报 立即出动了玉里观音东里 以及三明等四分队前往救援 总共出了12台车13人次 其中四台是救护车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